东西都放好了吧 嗯 我儿子说要出去吃 我们现在去找我老婆去 谁把这路口车子都停满了 你妈也准备下班了 没有买菜 她说出去吃那就 可以啊 那就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就在这个银态吃点东西算了 可以啊 我们边上过了桥就是银态 大家我是老天 今天真的一天没吃饭 忙了一天 我现在饿得不行 菜也没了你买 大家看这个天 五点多一点 天完全就黑下来了 本来我出去买菜的 我儿子说不要买了 去随便吃点外面 她自己想着外面吃饭了 你想过吃什么没有 烤鱼 怎么天天去想着吃烤鱼啊 等一下去看吧 又在收你这个卡片 你妈把你卡片放在这里啊 小孩子就喜欢玩这个东西 你看我这个今天手真刺了一下 这滴了几滴血在上面 能锡掉吗 等一下搓一下看看呗 据说是绍兴最好吃的 排名第一的酸菜鱼 我儿子一出来就要吃鱼啊 评伴送了 我们的外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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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外面是一个 大那是那样的 我们的外面是那样的 点了一个三斤的鱼 让它先烧上 我们再烧马 再点点小菜 田园天年之要吃鱼 今天吃上来 一年四季都是穿短袖 天冷了就套个外套而已 等下可以喝点酒 你买什么 买三个大鸡腿 点了一大锅鱼 你去买大鸡腿干嘛 买多少钱一个大鸡腿 六块 六块钱一个 你买一个就够了 我没有不吃的 你帮我们都买了 我的啤酒 现在鱼好像现在在里面 你一起给它护掉就行了吗 现在护不了 现在护不了 等下再护 上在前面去护 我有点硬了一样 我穿短袖 别人全部穿着羽笼服的 隔隔不路的 人家喝白酒喝啤酒 主要是什么呢 这里点白酒贵 而且一瓶白酒你也喝不掉 一瓶啤酒刚好 米饭酱给打过来不等下打过来 打过来好了米饭 好好了 要加肉吗这个 不用这个可以吃了 直接可以吃了 对这个熟的 白白精进的慢慢一大锅 这里面没啥没酸菜啊 不铁酸的吗 这个鱼片白白精进的 看着就很诱人 市场里面还挺劲道的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 微辣的那种香味 不是蛮好吃的 真的蛮好吃 它的汤底的味道调得好 可以 谢谢啊 下面有点蒜萝卜好像是 看到吧 蒜萝卜跟酸菜 上面都是这个黑鱼 我们点的是三斤多的这个黑鱼 对 汤白饭香 这个酸菜鱼啊 它有点好吃 就是虽然嫩 但它不碎 一夹的时候夹不碎 我们之前去那家酸菜鱼 做的也挺好的 但是它一夹它就碎成沫子了 吃到最后里面全是蒜的碎的鱼片 萝卜 它这个萝卜 吃着里面不酸 微辣当中带点味甜 这感觉啊 它的鱼片又嫩又香 吃着里面 出来吃饭 最喜欢点这个吃吧 我老婆最爱喝她家这个鱼汤 说它是太鲜了 要接着这个汁会往下滴 有一股这个红糖的香味 我总感觉红糖里面那个 有药味的那种感觉似的 就是说不太爱吃红糖 但池袜里面的红糖因为不多 还可以接受 这个酸菜鱼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它不适合打包 打包完了之后呢 鱼片容易脱浆 脱完浆就柴柴的就不好吃了 所以说吃酸菜鱼一定要到店里吃 现烧的这个 看看别人吃饭 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好了我也穿着厚一群 就要穿着短袖 还是一头都是汗 后背都湿透了 放了点宽粉在里面 我们的菜上齐了 嗯 本堂小炒 就跟少青小炒 其实是一个概念 焦白咸菜毛豆 白菇肉丝 夹不起来就用勺子舀这个 这个是大爷的那个小青菜 味道上的时候还可以咬 可能我喜欢吃这种家长小炒 和这个饱豆 绝对小饭菜 他这萝卜还是挺好吃的 酒喝完了吃点饭啊 这里饭两块钱一碗 二百云酒饭 肚子吃得滚圆 吃吃了没有 嗯 其实我们不用点别的菜 就点一份鱼就足够了啊 它那个味道确实烧得不错 但是分量呢 相对来说盘子大鱼少 哈哈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好